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曾经意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 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 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 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 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共产党今次不输得的情况下 香港很大机会出现拉丁美洲、南亚式的 那些军事独裁政权下的选举 就是原本已经那些票箱印好了 放在票站那里 一箱一箱印好的票,即是剔掉的选票 就好像马来西亚那样 警察把来历不明的票箱 强行护送到执政党选情告急的地方 好几个开票所多次停电 停电后出现许多幽灵票箱 执政党候选人离奇逆转身 是的,马来西亚就有冠政选举联盟 马来西亚变天也是和这个 政选民的抗争有关 结果迎接了一个大型的海啸 当然现在政局也有变化 在民主选举之后就打败了这个国贼 即是当时的建制派 马来西亚的建制派 我觉得香港也会迎来一个 越来越骯髒的选举 包括是假新闻 假的恐怖主义折击 亦有抹黑 不断督灰 警察选择执法 律政司濫捕濫告等等 是会不断出现的 那就志在恐吓 令到大家打疾大家 但是究竟这个方法是否效果呢 今天就和我们的主题有关 9105年 1962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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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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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